嗨,大家好,我是上官 前两期我们说了烂胎 也说了不同类型的烂胎 比如说Geometry Coat Tire和Geometry Pressure Tire 而最最常见的其实是Geometry Coat Tire 就是屁股高与载硬导致的烂胎 也就是如图所示 是从开油区往中间烂得很明显 撕裂的大深沟啊 这种是极其常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经常买的后臂镇所配的弹簧 大多数都不适配自己的体重 基本上是买来什么样 装车就什么样 然后就什么样骑 所以大家看到的 因为后臂镇过硬 屁股过高 导致的烂胎是比比结实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用这个视频告诉大家 当你的调节方向正确的时候 这个烂胎的纹路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让大家在自己尝试调整的过程中 能够知道你的行为是生效的 OK,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要点 前两期的视频我们说过 想要治疗Geometry Coat Tire 就是预载太多 弹簧太硬 屁股太高 这种烂胎的话 最见效的方式就是放松 欲载 让后臂镇的弹簧放松 它就会变软 屁股就会下来 于是在你这样调整之后 你后轮的烂胎会呈现出两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就是如图所示 你的烂胎从很明显的纹路变浅了 就是被撕裂出来的这个痕迹变浅了 这是一种生效的展示方式 第二种变好的方式 是它从开油区这个地方往中间烂 慢慢的变成往轮胎边缘开始 就是越来越靠近轮胎边缘 从这个地方慢慢的往中间烂 你能看到这条线与轮胎滚动方向一致的这条线 从四十五度角附近 慢慢的往轮胎的边缘靠近 这个也是你调整方向生效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两种表现形式 一个是纹路变浅 慢慢变好 一个是纹路慢慢往边缘移动 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情况 我猜测可能是跟弹簧棒数相关 可能说弹簧棒数比较接近于这个人体重 比较符合它的骑行方式的话 如果我们调松玉载 它会从明显的烂胎变成比较浅的烂胎 再跑一两节可能就消失掉了 那我猜测如果弹簧的棒数和体重相去甚远的话 那我们通过调松玉载的方式 有可能就会导致烂胎的起始线 从中间慢慢往旁边移动 这是我猜测啊 我目前没有证据 但它确实会展现出这两种表现形式 当然这里我要强调的是 在我们治疗geometry coat tire 就是预载过多弹簧过硬的这种烂胎的时候 我们需要考虑的其他的影响因素是尽量不变的 比如说圈速 比如说这个人的激进程度 比如说他在所有的弯都是push的状态 下一节他可能只有两个弯push 那么纹路一定变浅 这样就属于有其他的变量影响了 或者说我原来是三个弯push 调完之后回来发现纹路变深了 但是这个时候他是五个弯或者六个弯去push了 这都是影响我们调节结果的因素 所以我们尽量在测试的时候 把其他的影响因素保持不变 比如说圈速 比如说push的程度 否则影响因素太多 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调了一节之后 我经常会被问到的一句就是 这个纹路怎么又变深了呢 从车主这边发出了质疑声 那其实调了这么多车 上千台车 最大的因素就是他可能去push了 可能去实进骑了 圈速变了 等等等等 其他因素导致的 因为我每次调其实都是微调 我希望车主的体感反馈 不要变化那么明显 而我的调整又有效 这是对车主来说 是最安全的一种调整方式 所以就是慢要 它不是急要去治疗我们的轮胎 有时候生效会比较慢 那生效这部分 可能又被他的push去抵消掉了 甚至cover掉了 刚才我们说 当你判断为geometry code tire的时候 你去松了后避震的预载 是最直接的方式 当然你也可以去松压缩之类的 它有效 但没有松预载来的直接 当你去做了这件事之后 你发现纹路变浅 这个时候可以不继续调 你可以让它再跑一阶 纹路可能就又浅了 这个时候就不用再调了 然后去等它再跑两三阶之后 这个纹路可能就被治好了 OK 这种表现形式 我们就不多说了 因为它会慢慢变好 没有什么文章可说 我们今天着重说的是 这条撕裂的起始线 从中间往边缘移动的 这种我们怎么去处理 当我们发现这个问题 然后我会去判断 这个撕裂纹的深浅 如果很深代表烂的程度很严重 如果纹路比较浅 代表烂的还好 这个时候我会去问它的圈速 因为这个大多数是赛道里 如果山里它不会烂的这么夸张 它是比较浅的 我们就把目光集中在赛道里 如果纹路很深 我会同时去检查它的静态下生量 当然一般是没有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静态下生量 且纹路很深 我一般会直接松两圈左右 遇载 然后再让它去跑 回来之后 再根据纹路的情况 车整体的状态去微调 如果纹路浅 我可能就松一圈到一圈半的遇载 再去跑 跑完之后再看 下一节它回来之后 如果出现我们之前说的烂胎的起始点 从中间往边缘移动了 我们就继续调 纹路不会变浅 但是起始点变了 往边缘走了 说明也生效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微调 如果它回来又变好了 或者又往边缘移动了 那么这个时候 说明我们刚才的调整又见效了 这个时候你依旧可以用半圈 或者再少一点 四分之一圈去调遇载 然后让它逐渐的生效 也许这种方法测试的节数比较多 比如说四节五节 但这样的调整方法 会让车主骑起来 体感的变化不太大 相对是安全的 OK调整到什么程度 它是最终解决了呢 就是如图所致 这样就是OK的了 这里我要再强调一个隐藏的点 就是当我们不断的去松遇载的时候 后避震的压缩跟回弹 也需要相应的处理 我这里举个例子 当我不断的松遇载的时候 回弹阻尼如果不动 那么这辆车的后避震的 回弹速度会越来越慢 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同理如果它想要获得 同样好的支撑性的话 我的压缩阻尼应该增加一点点 至于为什么 大家来去打赞评论区 所以通过调整 我们都要知道 OK我们的调整方向是正确的 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 而不要自我怀疑 好今天的这个细节 就分享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机车知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